法力夸张的服装打扮和舞台背景 搭配上气势磅礴热闹的歌舞 这就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宝种歌剧团精彩的表演 1913年创办人小林依三组成宝种歌唱队 团圆清一色只收未婚女性 男女角色都有女性扮演 1914年开始歌剧演出 女扮男装的独特风格很快席卷全日本 即使成立已将近百年 还是拥有大批忠实观众 名气丝毫不减 反串饰演男性的女演员 扮相俊俏 一举手一投足充满魅力帅气十足 而以女性观点出发 完美诠释的理想男性形象 更是让女粉丝为之疯狂 不过这样精致梦幻被誉为亚洲百老会的演出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参与 想加入得先考进专门培养剧团演员的 保总音乐学校 每年的录取率只有一成五 好过两到三年的培训以后 才能进入剧团 四百人组成的剧团 总共分为五个演员班里 另外还有资深团员组成的 转科特别班 不仅如此一旦结婚就得二话不说离开剧团 不过也有些团员并不是因为结婚生子才离团 而是转向演艺权发展 日本性感手女黑木桐 就曾是保总剧团的一份子 知名女演员天海优希 在保总里头 更曾经扮演男性的角色 而除了女扮男装创造话题 保总的舞台布景和服装扮相也相当讲究 演出的戏码题材更是广泛 有日本古典文学《原式物语》 也有《西城故事》和《乱世佳人》等西方作品 甚至还有《凡尔赛玫瑰》等繁华名作 剧团除了会在东京和保总顶期演出 也在世界各地举办巡回公演 2004年时更曾经登上台湾舞台 而不管剧团走到哪儿 这些顶着俊俏外表浑厚嗓音 实际却是女儿生的当家演员 都是剧团超人气的金字招牌